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W战队组单 西野 对前期现场打的都比较艰难 主要是A到外人的有一些一级小套路都准备挺好的 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些套路也没有实现成功 所以前期会有点小逆风 维赛全胜对最近的状态满意吗 然后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对于个人状态的话 感觉一般般吧 感觉还没有达到理显的状态 希望后面还有很多事物能调整过来 在本土作战最明显的感受呢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粉丝会给予很大的 嗯 什么 这是鼓励 粉丝会给予很大的鼓励 然后也很热情 就是最后我们是最后一个拿到世界赛的名额 然后当时的亲戚是怎么样 嗯 当时就特别特别开心吧 因为一直以进A17为目标的 嗯 基本就正常训练 帮助的话最多 嗯 位置上的交流多一点 为什么 有没有羡慕他 嗯 独来吧 嗯 没有上版原因 更多是因为远远达不到很carry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他们上版有没有羡慕 还好吧 感觉他们上版的话 我有一分子在里面 世界赛你觉得哪支队伍有最大的敌人 嗯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C组跟D组的状态 还有状态发挥 所以如果英雄跳的话 Fnatic是我们最不想遇到的对手 Mistake之前说想去D组 因为B组有韩国队 但你想去B组 嗯 我也想去B组 想跟龙珠打一下 试一下 B组 没有韩国队 目前还说的话 在小组赛所有中单都挺出色的 我每个人都想对下线 本次世界赛个人目标 个人目标的话是 先小组出现 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 看能爬多远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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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